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音和相关的汉字 最粗劳祖宗啊,那么首先进行的活动就是从这个周围的环境当中获取食物 主要是打猎,采摘,植物的果实,种子,这个蔬菜之类的 那么,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吃 或者说什么样的动物这个猎可以打 那么就是大家要相互交流的这些信息 那么交流这些信息呢,那么肉吃了,果实吃了 剩下的就是说动植物的这个动物的头和皮毛 还有植物的坑啊,或者是皮啊,你要坚果啊 那么有外壳嘛,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大家就拿这个东西来进行相互交流 那么这些东西啊,统成为表啊 你是让大家去展示的啊,是一些外观上的东西 那么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 所以有这个表啊,就是代表这个不管是动物植物啊 这个头和皮儿啊,这么一种意思 那么当然了,这个皮啊,头啊,外壳啊 等等这个作为表,那么又拓展了 它的这个含义,那么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这个 头啊,皮毛啊,壳啊,得到一些信息 那么所以呢,表也有式的意思 那么这点就是要给大家看嘛,要大家知道这个外观嘛 那么所以就有了这个表子的其他的含义 那么包括今天我们还有手表的表 那么它能给我们什么信息 实验的信息 那么也是作为一个展示的工具也好 样品也好 啊,就出来表现了这个表子 那么 这些活动呢,通常呢,是把它挂在这个 大家聚集在一个地方嘛 那么在一个树底下啊,那论语里头也有讲过这样的故事 啊,那么就是挂在高处啊,树上啊,给大家展示 所以呢,就有了另外一个标啊,表示标准 标这个准啊,大家那个样品 那个木啊,是这个标 那么有这个样子啊,我们今天当然发展是榜样 这就是一个标准啊 那么大家就见到以后都知道 那么是正好是挂在树上的啊 那么样子,样品,称之为标啊 今天这个标准啊,等等都是从它演变而来 那么 古宗啊 嗯,还发现那个动物啊 这个皮啊,头看去以后 那又有一种外观 啊,又有一种这个 呃,类似于这个皮毛啊 这里的东西 所以叫啊,标啊 就是这个指肉啊 皮下那个肉 呃,这个肉多少,标多厚嘛 那么这个也就另外演示出这个标啊 月子旁加一个票这个标 那么这个作为样品 这是指食物 动物,植物,有灵性的这些东西 啊,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工具 那么祖宗最早用石斧啊 或者是,呃,贝壳里做刀啊 那石刀啊,呃,石杵啊 就是剑斧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很小的一部分 他都要带一个霸啊 铲啊,斧啊,刀啊,甚至枪啊 那都是有个霸,有个饼啊 有这个,呃,杆儿 那么那个头上呢,就是几青黄 那也是说,大家一看那个头就知道这是啥东西 而不需要后面那个杆儿 也是说啊,给大家一个信息的展示啊 那么也叫标,嗯,同样啊 那么这个标呢,我们今天用金字盘来表示 实际上就是工具 你比如我们这个建筑,不用说建整个哪里 啊,它也是一部分啊 那也叫标啊 那么这个刀啊,那么确实就很锋利的一点儿啊 在前面,那么后面还是有个长杆儿 这个佛啊,也一样啊 那么就前面那一点儿 所以慢慢演变就是金字盘这个标呢 就表示这个武器工具的这个呃 代表啊,这个象征这个外观啊 那么就慢慢演变出是一种这个武器啊 叫做标,后来有了一标啊 作为职业的,拿着去保护啊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工具啊 那么或者说是武器啊 就有金字盘这个标 那么还有一种 那么这个呃 这个表啊 就是做外观上的文章啊 那么弄的叫做好看一点儿 因为任何东西有个呃 也叫文吧 文表嘛 那么在外观的 那么这个东西整理的好看啊 叫做表 我们今天要表画啊 啊啊 表一个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楼啊 等等 那么都是用这个表子 一个一字旁的这个表啊 那么 这就是说 把这个表啊 这个皮的这个外观的这个方向上拓展啊 进行了一个动画啊 所谓的一些动作 一些工作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人啊 那么做这些表面文章啊 那么就有假 你是里外不一了吗 里外不一了 那就要用手把它揭去 就提手加一个票子 那个表或者提手加个表子 意思什么 就是把这个 呃 假的东西扯了去 嗯 那么扯这个动作就有冒犯的意思 有打呀 呃 有这个 嗯 就是扯啊 这个这个这个 去掉 这么这么一个意思啊 就是提手加一个表啊 这个或者加一个票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做表面文章 那么就是女人啊 呃 这个展示啊 这个外观美丽啊 那女女人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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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外观美丽的目的 那么就是吸引异性啊 以此为生 所以 妓女啊 就叫表啊 就是这么一个发展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祖宗啊 最早有一个特殊 今天这个标 一个胡啊 啊 加三个片 这个标 这个标呢 其实祖宗呢 呃 也是从表现的标出来 因为他也是属于兽皮的一种嘛 兽头在一起 但是呢 这一个有另外的含义 就是因为祖宗在打猎的过程中 发现老虎是很凶猛的 能够战胜老虎的人呢 那是很强悍啊 身体很壮 那么战胜老虎的人 他就是老虎的这个主人了吧 尸体的主人 就把皮拔下来 那么往往这个人呢 那个把这个虎皮穿到自己身上 成直为镖啊 那么穿到自己身上 一方面展示一个信息呢 就是这个人很强壮 能够把老虎打死啊 猎猎猎 老虎 嗯 所以说这个人 和狐一样的 有力量啊 所以叫镖 当然了 由于这是一个假的嘛 所以呢 这种行为啊 大家也都觉着 哎 这个 不明智 你穿上 因为什么 那个时候有人就穿着虎皮 展示自己 这个强悍啊 在我们人类当中 那那 有的时候呢 狗宗也看着 就大老虎啊 穿着这个虎皮去和老虎 结果呢 被老虎啊 物以为是同理啊 被稳住啊 丢了性命 所以有傻的意思 今天有的地方还能用这个词叫标子啊 这个人傻了 不通明 头脑简单啊 这个这个叫做标啊 也是 那么这也是一个 呃 掩饰啊 那么不仅仅是个人穿虎皮 说他表示他强悍 他表示他傻 那么还有一个呢 那么 这个 这个 狗宗啊 对老虎也进行了观察研究嘛 能打到老虎的人 因为老虎的速度很快 虎虎生风啊 那动作起来 一扑啊 一一一 一弓啊 那都生风的 所以速度很快 啊 那么也就是 这个表 因为你能站上老虎 证明你的速度比老虎还快 比灵米嘛 所以这个标子呢 也有这个速度快啊 呃 这个 很敏捷的 这个意思 像刮大风也叫标 所以有一个字 就指着速度快 当然这个指速度快的字很多 呃 这个就是说这个表字啊 呃 那么有 最常用的就是三条犬 呃 加一个风 那么这么一个字 表示速度快 那么当然了 祖宗也 进行了观察啊 那不光老虎速度快 可打老虎的人速度快 那么还有什么快呢 那马 和犬 而狗 这个马和狗啊 呃 是人类 驯服啊 比较早的动物 那后来当然有鹿啊 有羊啊 有猪啊 呃 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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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啊 等等 那么这些 在所有这些驯服呃的动物当中呢 那速度比较快的呢 那也就是马和这个狗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没有 这个马 嗯 我们都是千里马呢 表示速度快 那么狗呢 其实速度快 这一点呢 嗯 包括现在养狗的人也不太清楚 狗被人类驯服以后 最主要的作用 不像今天是当宠物啊 看家后院 而是辅助人类去打猎 你在打猎的过程当中 这个狗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能够追上这个捕获的这个目标猎物啊 那么就是 呃 这个 去对这个猎物进行攻击 其实狗啊 呃 这个动物啊 确实是很特别被人类驯服以后 他就是比他大的动物都敢去攻击 呃 帮助人类嘛 所以呢 就是狗啊 也叫标啊 他这个狗呢 而不是说真真是只皮了 所以呢 用了啊 写了三个拳啊 三条狗 就意思吗 这是真的狗 不是三张狗皮 那是真的狗 那么这个 还有一个标子呢 三匹马 也表明这是真的马 嗯 速度也很快 呃 也叫标啊 三匹马啊 三条狗 这是真的了 这当然这是后来演变的嘛 啊 那么 这个 这是说这 呃 这个动物啊 代表这个速度快 那么 这两个比较 当然还有其他的啊 表示快 那么 还有啊 就是说这个 呃 鱼表啊 也叫鱼 飘吧 啊 那当然 就是鱼肚 这个气囊 那么这里 这个标呢 是取了这个 这个 表子啊 这个 表格的表 表示的表 嗯 一个皮的意思 它是在鱼肚子里都在一种 很薄的一种组织 也类似于皮嘛 但是它能成空气啊 保持鱼啊 通过那么 调这个东西来 调整身体的状态 那么 这么一个 韩语 那么 表字呢 嗯 比较简单啊 韩语呢 也很清楚 当然后来演变的呢 也 韩语也很丰富 那么 有关这个 标这个音 和相关的汉字呢 我们就跟大家 聊这么多啊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